望着开一片 门怀卷 无泪又无意 望着天一片 只感动 情话里 我的心 又自私木树 远几百年 但仍向着迟 谁在命里存在我 每天挣扎 人海里面 心中感叹 七水流泪 万何已流去中 流汗 皆有心里 一圈圈 永远似 浩� 我怀念 怀念每年 爱某种改变 处境都变 情话未变 不知大家发不发觉到老紧头和老了的都倾向面怀过去 这样的行为大部分都是因为早年的时光 是开心或者灿烂的 再看回现在 如果已经不是这样的光景 就倍感唏嘘 不禁终日 长遮短碳 中国现代文学家和小说家张恨水 之所以改过这样的笔名 就是因为李屋相见欢女头有句 自是人生 长恨水长冬 据I-Cantonese的理解 水就是长向东流 无回头 人生就是好像水一样流逝 你长恨 有用吗 可能因为这样 张恨水曾经写过一部小说叫 《赤水流年》 小说的命名正正反映了 无论你平凡定结出 都走不出大江东去 赤水流年的宿命论 1984年 香港导演 严浩回大陆 拍了一部由顾美华 诗琴高娃主演的 只是同名的电影《赤水流年》 上面唱的《赤水流年》 就是部戏的主题曲 由梅艳芳主唱 张国荣曾经翻唱 好不幸 两位受万人爱戴的天王巨星 先后在2003年离世 《赤水流年》 就好像他们的人生写照 这部戏讲顾美华 在离开了乡下潮山二十年 重返旧地之后的所遇 所思和所想 部戏有一节讲到 顾美华走回去的小时 整天去玩那棵大树 遇到一对 整百岁的孖生兄弟 就是这样 大家在这聊很多以前的事情 顾美华临走之前 又在路上 碰到这两兄弟在那里耍太极 当中有几个对白 可谓发人心醒 当中向长者传达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到中我们这样的年纪 每日都是赚回来 像水流年不复返 何须成日空遮探 怨天游人有何用 见日度日活松容 又回这么上下年纪 每日都是赚回来 黄泉路上无老少 随时也可把命雕 这么看 每日都是赚回来 这个东西 什么人都合听 I Cantonese 爱广东话 愈愈保育及传承